好啦 討論完這個大概是史上最不負責任 最懦弱的男人之後 我們來討論一下一個比較好的男人 上個星期我的影片是有關於這個Andrew Tate 最近他被關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想要討論一下 為什麼他這麼吸引人 為什麼這麼多的年輕的男人 願意追隨他跟他的思想 這個是他之前接受Tucker Carlson的訪問的片段 我認為男人的問題是非常適合的 有很多年輕人生長了今天覺得很失敗 他們覺得無視 那些政策被迫向他們的腦袋 不是政策他們的政策 或是政策他們想要的 或是政策他們想要的 我基本上說到男人 看來是一個很困難的 你會需要起床 努力 去健康 強的身體 強的心 你會不會拒絕 聽著 隱藏的東西你會說 拒絕對隱藏的心 想要自己 把一堅強的兄弟們的網友 工作人員 不承受低質素的人 你會不會拒絕 不承受人 喝酒 玩樂 玩遊戲 試試建立 一個高質素的人 可以抗議 MATRICS 強烈你 然後生氣 多棒 我完全同意 當一個男人就是應該這個樣子 男人要了解人生 是很困難的 我們要努力 我們要去認真的 去做每一件事情 才可以得到快樂 光是有這個樣子的想法 他就被封殺了 OK 現在就被關監獄了 因為我們的世代 想要創造出一堆 懦弱的男人 跟Prince Harry 一樣那樣子的男人 但是Andrew Tate 對於男子氣概的解決方式 是錯誤的 他對於男子氣概的思想 是錯誤的 他有些很有道理 很正確的想法 什麼去運動 去健身房 有強壯的體魄 努力的賺錢 工作 有正能量的朋友 有正面的能量 但是他同時也是說什麼 到處跟女人上床是好的 那個也是男子氣概 然後說什麼 真正的男人就是賺一堆錢 然後買一堆跑車 例如這是他的推文 成績思汗 有無數的女人 以及兩百多個小孩 這是他爭戰的獎賞 我是在這個星球上 被搜尋最多次的男人 我征服了地球 我是這個星球上 有最高地位的男人 女人不期待我對他們忠誠 他們只期待那些 弱小的男人的忠誠 那這個不是男子氣概 這個在那邊 男子氣概不是在那邊 狂妄自大地說 我是地位最高的男人 會這樣說的是因為 它是一個不安全感 並不是一個力量 任何一個人想要 或者是需要 在社交媒體上 在那邊說自己多偉大 自己過多好 多快樂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一個 對自我 對自己自我認知不安全的 一個行為 因為沒有人會去 沒有一個很有地位的人 會去認為說 自己有必要在推銷自己的必要 另外 Andrew Tay推行的就是 忠誠是給那些弱小的 男人的 Lesser men 這個是PUA Pick up artist 最錯誤的地方 我知道 因為我曾經就是一個 到處亂玩的人 我在做PUA的時候 有一個術語 叫做preselection 就是女人會喜歡 很多女人喜歡的男人 因為這個男人 是其他女人認可的 所以說女人就會覺得是安全的 聽起來好像是有這麼一回事 但是我可以百分之一百的讀定 在我認識耶穌之前 你不會想要讓你的女兒認識我 事實就是 任何人都可以不忠誠 任何男人都可以到處去亂跟女人睡覺 然後拋棄那些女人 特別是 有一點錢的男人 甚至沒有錢的男人 也可以花一點點錢去 找那種比較低等的妓女 不忠誠是一個非常容易 而且大家都做得到的事情 不忠誠一點都不稀奇 一點都不特別 而且跟男子氣概一點關係都沒有 真正的男子氣概是一個男人 忠誠的單一的愛他的家庭 愛他的老婆 為他的家庭付出 這不但是一個更艱難的道路 而且是一個男人得到快樂的道路 聚集以上兩點 忠誠跟謙虛 一個身為一個男人的男子氣概的表彰 但是這兩個剛好都是 Andrew Tate 堅決反對的 也就是說 雖然他說的東西很容易被年輕男人接受 年輕的男生接受 可以帶領很多的男生 變得比較有自信 但是最後他這些想法 還是會把這些男生帶回原地 充滿困惑 永無止盡的孤單 而且被不快樂 被難過捆綁 但是我想要探討的 並不是Andrew Tate 說的內容 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 而是為什麼他的資訊 他的想法在男生裡面 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這些是左派永遠無法理解的東西 他不是第一個 我以前就立志要把妹的時候 就有讀過 Neal Strauss 還有Mystery 各式各樣的把妹書籍 那我想說的是 我們社會裡面 有任何對於男人 男子氣概有幫助的聲音出現的時候 我們的社會就會動員 所有的力量 來封殺殲滅那個樣子的聲音 任何幫助男人的聲音 都必須被消滅 特別是在華人圈 OK 馬上就會被灌上個什麼 大男人主義 控制狂 沒有安全感 不開放 不開明 任何幫助男人更有自信的聲音 就一定會被封鎖 男人被教育成是壞掉的女人 給男人的建議永遠都是 就是要男人要當跟那個韓劇的男主角一樣 OK 對女人百依百順 然後呢 同時要是富二代 還要會做菜 還要會做家 是上班就是每天在那邊開會 增加產 然後呢 女人打電話的時候就馬上到 做了讓女人不開心的事情 就要跪在那邊淋雨零三個小時 除了一個情況以外 就是這個男人到處說這個 男人很壞 然後呢 男子氣概很不好 我們不應該當個男人 不應該像個男人 我們應該變成這個樣子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這個社會就會給他無限的鼓勵 稱頌 然後給他一個 心好男人的PhD OK 博士學位 就連教會的教導也常常是這個樣子 不覺得教會常常把耶穌塑造成一個 弱不經風 沒有原則 只會到處醫治人 然後什麼都原諒的人嗎 我們的社會是在攻擊男子氣概的 我們的社會是想要把男人變成女人的 這就是為什麼像Andrew Tate這個樣子的人 會這麼容易被現在的男生接受 因為他在跟男生講話 他傳達一些男人的天性 男人對於自己的期待以及渴望 而且他在跟男人說 你要當一個男人 當男人不是錯 然後我們的社會 只剩下這個樣子的聲音 男生就會開始往那個方向走 願意聽他的話 願意聽他的建議 然後接受他的思想 外加上很大一部分的男人 是在單親家庭長大的 從小沒有父親的形象在他生命裡 我就是其中之一 很多家庭就算有父親在裡面 在家裡 但是在心靈層面 在情緒層面 在信仰層面 都是缺乏的 很多父親在家裡的時候 只是跟一個家具一樣 在那邊擺著 所以男孩不知道什麼是個男人 不知道什麼是男子氣概 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想要保護人 還有說多餘的精力 自己的野心 跟自己的抱負 在學校裡面 在社會上 我們被說我們不要有野心 不要想著往上爬 我們要變得跟好的那些女員工一樣 努力工作就好 然後聽老闆人就好 就在這個時候 像Andrew Tate這個樣子的人出現 然後說 不是的 當一個男人很棒 當一個男人非常好 男人有男人的堅持 要做一個強壯 要做一個有男子氣概的男人 那男生聽到這個樣子的訊息 都會非常認同 因為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當一個娘炮 太糟糕了 那我們要對於 Andrew Tate這個樣子的人的看法 是什麼 我們絕對不是要封殺他 不是攻擊他的追隨者 而是說 對 男人很好 有男子氣概很棒 然後我們還要加上 更好的對於男子氣概的解釋 當一個好男人應該要有什麼樣的行為 男子氣概要代表責任 忠誠謙虛 要如何使用自己的天性 自己的野心 因為這就是男生在尋找的 男孩在尋找的 他們在尋找人生的方向 以及人生的意義 如果你沒有更好的建議的話 那你還不如讓這些男生 繼續聽Andrew Tate這個樣子的人 不要再壓制男孩 讓他們變得跟女孩一樣了 我們應該跟男人說的話 我們應該跟男孩的教導是 這也是到時候我生兒子的時候 我會教導他的東西 就是一個男人有一個非常高尚的存在意義 OK 就是要Protect 守護 以及Provide 給予 這是一個男人獨特的使命 而且是神創造男人的原因 男人是神創造出來的守護者跟供應者 這是每個男人的使命 沒有例外 任何男人如果不是守護者或是供應者的話 他就會失去方向 他的人生就會崩潰 因為他會是一個沒有用的男人 而男人最害怕的東西 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當一個沒有用的男人 事實就是 男人的自殺率正在大幅提高 年輕男人也是在提高 而且幾乎每一個都是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自己 一無是處 不管是失去工作 失戀 破產 或是當他們不是守護者跟供應者的時候 他們得不到快樂 而且會失去活著的意義 這個就是男人存在的意義 絕大多數的男人可以找到這個樣子的意義 透過婚姻跟家庭 成為一個父親或是丈夫 並不是每個人都是這個樣子 都必須走這條路 有些男的他們有單身的恩賜 他們的呼召是往其他的方向的 但是每一個男人的呼召都是超越自己的 超越自己的欲望 超越自己的自戀 沒有一個男人的呼召是待在家裡 滿足自己的欲望 到處遊蕩 然後尋找下一個自己的欲望是什麼 沒有任何男人可以在那個樣子的生活當中得到快樂 但是現在有很多男人是過這個樣子的人生 因為沒有人教導這些男人他們的使命 因為我們的社會禁止男人的天性 男人的野心 禁止男人當一個守護者跟供應者 我們的文化在告訴我們的男人 我們不應該要有任何的責任 我們不應該要有一個思想突破 我們的性別應該要跟女人一樣 然後告訴男人說 這個是自由 是在幫助女人的權利 但是這個自由就像一個人在沙漠當中 你把他的指南針跟地圖都拿走 然後給他一堆水 然後說 自由啦 你就在這裡到處亂跑 然後沒有目的地亂跑吧 然後呢 就死在這個沙漠裡 這個絕對不是自由 而是絕望 剛好這兩個東西就是現在社會 不斷拉扯的東西 自由跟絕望 所以說當Andrew Tate 這樣子的人出現的時候 一堆男人在沙漠裡看到了 欸 那個人手上有個指南針欸 那個人有地圖欸 然後所有的人跟著他 很奇怪嗎 可能他的地圖上充滿著錯誤 可能他的指南針指的是北北溪 但是至少比什麼都沒有好吧 因為跟著他 就算他只是在原地繞圈圈而已 也比一個人無腦的死在沙漠裡 在沙漠裡等死好 所以我們不能把Andrew Tate 這個樣子的聲音封鎖之後 然後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說 跟我們的男人什麼都不講 因為這個就是把他們唯一的地圖 跟指南針拿走 讓他們在沙漠裡面 而且我們已經放棄我們的男人 男孩太久了 我不敢相信我講了這麼多 但是我對於這個是很有心的 我曾經就是一個沒有方向的男人 就跟我剛剛說的一樣 單親家庭 我從小沒有父親的榜樣 我為了把妹交女朋友性愛 我當過左派 我當過PUA 我也有一度追隨類似Andrew Tate這個樣子的人 所以我想要改變這個東西 還有就是我認為現在的男人太弱了 我是因為知道某件事情 我整個人生破碎 回到教會 跟隨耶穌 親自的自己去讀聖經 我在聖經裡面找到了一個 身為男人的方向 還有男子氣概到底是什麼 而且我真的很想要分享給更多的男人 這個改變我的人生的看見 所以只要參加我們的會員 就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裡面 我們有一個好男人培訓班 說是培訓班 但是其實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男人 一起分享自己的成長經過 還有如何一起變成更好的男人 為什麼一定要參加會員才可以參加呢? 原因就是因為 這是需要有一個共同價值觀的人 才可以了解的 這個共同價值觀就是聖經的真理 所以節目的最後我再度邀請大家 參加我們的會員 如果你是個男人 不管你幾歲 我們都邀請你跟我們一起 做一個聖經當中的好男人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